各位同学好 那接下来章节呢 叫做绝缘杂双极电晶体 IGVT 这个章节是要介绍 这个是比较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进展 绝缘杂双极电晶体呢 俗称为IGVT 我们的外观呢是长这个样子 它属于半导体元件 主要用于电动车辆 铁路机车 还有我们的交流电动机的输出控制 那传统的BJT呢 它的导通电阻呢 比较小 这是优点 但是弱点呢 就是它的驱动电流比较大 而对于MOS FET而言 就是这个章节所说的内容 它导通电阻呢比较大 这是缺点 因为导通电阻大 就会有压降 这是缺点 优点呢就是驱动电流呢比较小 这是优点 那我们呢 IGBT它结合这两个优点 就是不仅它的驱动电流小 它导通电阻呢也很低 所以这是我们时代演进慢慢慢慢改良之后的一个新的进展 就是IGBT 我们的符号呢就像是荧幕所看到的 就是IGBT的画法 它的构造而言 它可以相当于一个MOS FET的驱动 还有一个PMP的晶体管 这是一个MOS FET 这是一个VJT 两个的结合 所以呢它结合MOS FET VJT的高电流单杂控制的特性 还有VJT低保和电压的能力的优点 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对于IGBT这个元件而言 它理论上呢还是以 厂效电阻晶体 FET为主 所以它的控制输入 并且呢它结合双极性电阻晶体 VJT的这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开罐的功能 把它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元件 就是IGBT 所以呢 它的驱动原理理论上呢 是跟MOS FET是一样的 都是用厂控的元件 至于它的工作原理 它的开通跟关段 都是由杂极跟发射极间的电压 VGE所决定的 这个地方就在我们图形看到的 这个横轴VGE 当我的VGE呢是正的 而且呢大于开启的电压 VGE的这个TH的时候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 它的值呢 大过之后呢 就会在MOS FET内行程通道 并且呢为电晶体提供积极电流 而让我的IGBT呢导通 而这个杂极呢 跟发射极呢 施加反向电压 或者是说啊 你不施加这个讯号的时候 我的MOS FET呢 通道呢 勾道呢 就会消失了 所以你如果不加反向电压 或者不加讯号 它的电晶体的积极电流呢 就会被切断 我的IGBT啊 它就会关断了 所以呢 我必须要持续的 加上这个反向电压 那我们呢 才能够让它持续的导通 那我们的动态特性呢 就是开通过程 我的开通过程呢 TON呢 等于TD的ON 加上TR加上TFV 其中啊 我的TDON呢 叫做开通的延迟时间 在这个地方 我的电流上升时间呢 叫TR 电压下降时间呢 TVF 那这三个加钱呢 就是我的开通时间 其中 TFV呢 分为TFV1跟TFV2 两个段 TFV1跟TFV2 就叫这个地方 两个降加呢 就是等于电压下降的时间 TFV 好 那它的动态特性啊 关断过程呢 也是类似 那这个关断的过程 TOF 它会等于TD的OFF 加上TRV 加上TFI 其中 TDOFF呢 定义为 关断的延迟时间 就在我们萤幕上面的这段时间 关断的延迟时间 那电压上升时间呢 TRV 被定义下来 就在这个段时间 那电流下降的时间呢 TFI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三个时间呢 加起来就是我们 在 IGBT 它关断 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其中 TFI呢 可以分为TFI1 跟TFI2 这两个段落 那一般而言呢 我们IGBT的关断时间呢 它是低于MOSFET 这是它的优点 它的特性呢 它是具有MOSGAT的VJT的电晶体 我们可以视为MOSFET跟VJT的一个组合体 那IGBT呢 它有MOSFET的优点 还有VJT的优点 这样的组合 它的优点 就是说MOSFET 它的杂集电压 控制电晶体的高输入主抗 它可以有高输入主抗这样的优点 那有VJT的双载子电流 达到大电流 这种低导通压降这样的优点 那驱动功率小 开关速度高 开关的存号小 这也是它的这个特性 它一般来讲呢 应用在600伏特以上的变流系统 就像是交流电机 变频器 牵引传动领域等等 那最后我们谈到 我们有这么多个电力电子的元件 它的发展的现况跟趋势 一般而言呢 我们小功率的 就像10k瓦以下的 这样小功率的 它的场合呢 一般来讲呢 是以POWER MOX FET为主 那至于这个中大功率的场合呢 它是以IGBT为主 这是在挑选的过程中 这个大概的分类 那POWER MOX FET跟IGBT呢 它技术仍然在继续的创新 所以它是不是以刚刚说的10k瓦作为分野 我们只是大概这样的分类而已 至于如果要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要看它的Datashade 一个技术手册 才能知道目前的现况 那IGBT呢 一直在开创一些传统上 属于杂流体的应用领域 刚刚说过 我的IGBT呢 刚刚说的就是 它是杂流体 它的一个改良的一个形式 那还在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改进 希望能够应用的范围更大 那这一个章节呢 我们来做一个回顾 我们这个章节呢 介绍过几个小单元 我们可以了解到 电力电子元件的发展的演进过程 如何从早期的这个真空管 这样子的元件 到目前的这个IGBT 这样子的元件 它的演进过程 我们也了解功率二极体 杂流体 功率电晶体 绝缘杂双极电晶体 IGBT 它的基本特性 以及它的应用 以上就是这个章节的内容 以上就是这个章节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嘅 就是这个章节的内容